日前 洛杉磯部分法輪功學員 在熱鬧的華人區鑄起了真相長城 呼籲法辦江澤民 讓更多的人明白法輪大法的真相 認清中共本質 萊康報導 週六早晨 法輪功學員在聖蓋博士的 溫森特·盧嘎公園展示了優美祥和的五套功法 讓一位剛從大陸來美國的路人印象深刻 法輪功的人特別好 所以特別適合 特別你幫我我幫你 所以我對你的印象特別好 修煉多年的人女士今年已經92歲 現在每天堅持到溫森特公園練功 她表示修煉法輪功讓她身體硬朗健康 因為我身體很壞 很多病 那現在什麼病都沒有了 我現在已經92歲了 很健康 有這個體力很好 我要走路走十幾年 自己的容量沒有問題 年輕人能做的我都可以做 記憶力也很好 老精也比較清楚 下午 法輪功學員在熱鬧的華人區德爾瑪大街 駐起了真相長城 洛杉磯退檔服務中心 負責人李海倫表示 中國體育總局曾對法輪功調查後得出結論 法輪功對去病健身有97.9%的功效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犯下彌天大罪 使很多人失去了解法輪大法的機會 中國人對法輪功的這樣一個問題上 自從迫害以後 他們也產生了很多的誤解 致使很多人失去了法輪功去病健身 提高身體素質和道德 以及社會風氣 這個方面失去了千古的良機 這是江澤民犯下的一個很大很大的罪惡 如果不是這場迫害的話 很多人他會通過法輪功的修煉 提高身體的素質 然後按真善忍的這樣一個修煉人的原則 去做好人的話 那今天這個瘟疫來了話 很多人也會有很強的抵抗能力 他呼籲法辦江澤民 讓法輪功真相能盡早大白於天下 也是造福於天下 新唐人記者楊洋洛杉磯採訪報導